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长寿花扦插的一些关键要点 那么当时也跟大家拆开看过了 这个根虽然长得还可以 但是根比较短不够长 而且没有办法往下伸扎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触根的最佳时机 那么怎么触根呢 这个时候触根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一些这种快速伸根粉来促进它的根系 迅速的伸长迅速的往下伸扎 那么我用的话呢就是用这个快速伸根粉 它是一种高龄的水溶肥 而且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微量元素 最关键就是它具有这个天然伸根活性物质 可以让这个根啊爆发式的生长 那么之前我们因为是用炒土栽种一直没有浇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趁它现在已经长根已经发芽 就来先给它处处根 将这个快速伸根粉与清水按照1比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呢搅拌均匀让它完全溶解 再来给这个长寿花呀灌一次根 大家要注意我们使用这个伸根粉呢 一定不能够超过两次 使用两次就足够了 因为如果用的次数过多啊 很容易造成这个植株老化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快速伸根粉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个花多多15号这种高龄的这个处根肥 但是呢因为这个里面呢 它不含有微量元素和这个处生根剂 所以的话效果可能就没有这个快速伸根粉好了 那么我们再处了两只根之后 等它根系长得比较多了 我们后期呢再来给它用肥来促进它这个新芽新枝的生长 用肥要用一些高氮的肥料 因为这个时候是它的快速生长期 那么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处生长型的营养液 蛋含量比较高 银角含量又不缺湿 其他营养也比较丰富 在它稀释之后呢 进行喷湿或者灌根 都能够有效促进这个 扦插的长寿花的生长了 这个时候给它处根呢 对于长寿花小苗 后期养成撞苗了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